这个APP是利用Yahoo!旅游查询的功能帮大家整理出网友分享的一些最新文章及台湾各个县市区域的相关文章 例如我们可以点击最新文章来看一下网友最新分享的一些文章内容有什么 我们可以点击上一页或下一页或是直接跳一页来做选择 然后文章内容我们都可以点进去看 例如我们看一下全家双麒麟的文章 然后就看到网友分享的文章内容 然后图片如果想要存档的话我们就按住图片 它就会弹出讯息问你要不要存存,我们先取消 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台北的新一区 我们看一下新一区附近有哪些网友分享的文章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网友有可能分享一些餐厅或是一些经典之类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文章查询来查询 我们想要看的经典或是餐厅 例如我们想要看一下中校敦化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那我们就可以查一个 中校敦化站附近的一些美食文章 那我们就可以列出网友分享的中校敦化站附近的一些美食文章 然后当我们到中校敦化站的话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 那如果你常常到中校敦化站吃美食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查询加到我们最爱 那这边我最爱就会打入你想要的初级的名称 然后我刚才之前已经加过所以我这边按取消 然后在我的最爱这边我们就看到有中校敦化站的美食 那我之前也有加入一些TOKYO的文章 那我们就会看一下 就会看到一些网友分享一些有关于东京的文章 然后我这里有加到一些美食部落客的的网站 加到这边那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美食部落客的一些网站 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用更多选单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部浏览的功能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输入我们想要的网址进去欄 或是用Google查询查询我们要的文章 例如我们可能想要查台北火车站附近的美食 然后我们就可以查到一些有台北火车站附近的美食 然后我们一样都可以点进去看 然后这就是网友分享的文章这样子 然后这边你也可以把这个文章直接加到我的最爱 那这样你就把这篇文章你可能注记一下 然后就按新增取消 然后如果你在外部浏览想要回到我们App本身 然后我们一样选择更多选单 然后重回台湾美食这边 那我们就回到上一个画面这样子 就最近一次的画面 然后我们再用我的最爱回到我们刚才查询过的中校敦画站的美食 然后就列出中校敦画站的美食 然后这个App主要就是帮大家先依照每个县市的区域来做区分的关键字 你都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例如高雄的话我们有很多区域行政区 那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景点或是高雄市区 我们直接看高雄市区的文章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边主要会有两块一块是Google的广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点击 因为目前点击率有点低 所以希望你的支持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可能放了这个App的讯息公告 或者是自己的广告 然后这边有程式说明 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App 可以欢迎大家帮忙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安装我们其他的App 然后这个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 或是写信给我 谢谢